和寶可夢同家公司的最精英遊戲 魔物獵人上線啦 想要在家裡玩魔物獵人嗎? 今天我要告訴各位一個軟體 可以讓你在家裡都是有的唱玩魔物獵人 那就是I need go 操作十分簡單方便而且免越獄 接下來就跟著我的步驟一起去學習吧 點開評論區的下載連結後 點擊立即下載 下載並安裝完畢後 將App打開 然後使用充電線 將你的iPhone與電腦連接起來 開始前先跟大家說一下 在你飛人開啟之前 絕對不能打開遊戲喔 不然它在偵測到的定位突然移動到非常的遠 第一個功能就是飛人功能 你可以使用搜尋的 或是拖動地圖 點選一個你想要去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飛到那裡了 飛到其他國家也沒有問題喔 點選完以後點擊開始修改 你的人物就可以自動飛到那裡了 飛人完成以後 你就可以打開遊戲了 可以看到我們的魔物都是正常顯示的 在這邊試打幾個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介紹單點移動功能 點選一個你想要去的位置 你的人物就會緩慢移動到那裡 此時的你也可以在走下角調整你的移動速度喔 記得不要調太快 可以清楚的看到 你的人物與Ini Go上的地圖 移動是完全一致的 打任何的怪物也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如果要讓人物停止的話 點擊左下角的停止就可以囉 再來是多點移動功能 點選多個你想要去的地方 你的人物就會依照你點選的順序 慢慢移動到那裡 所有的魔物依舊都是正常顯示的 路上你也可以不斷的狩獵魔物 非常的方便 最後是搖桿移動 只要拖動搖桿 就能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 如果你拖動搖桿到一個固定的方位 按住不放一陣子的話 你的人物就會自動向那個方向無斷的前行 直到你點選中間的停止鈕為止 拖動搖桿你就可以自動的上下左右移動 這個功能最活用最方便 以上就是本次的教學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基達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